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搞笑 我俩是奋不顾身的 我们超级课堂马上开课了 同学们都往前坐 注意听讲 行 行 有时间一定去 没问题 没问题 必须的 行 行 给嫂子带好了 加倍信 加倍信 这撂了吧 上课得干啥呢 在这儿啊 今天多少号 今天多少号 好日子 六月六号 六月六 多好个日子 可惜了呢 怎么了 幼儿园的同学费老大进找着了我的电话 只为了告诉我他 要结婚了 结婚这是好事啊 好事啊 庆祝啊 周全 你是不是小新子 又怕随分子 我跟你说 这随分子钱没事 都能回来 哎呀 班长 问题在这儿呢 你看我是结婚了 人家就生孩子了 我要生孩子了呢 人家生二胎了 总是唱那么一步 周小口 我跟你说 你这新子全用这小虾算机上了 那应该用在哪里 我跟你说 一切的大前提是什么 什么 你得首先有个对象 我要有对象 才能像像吗这位 你看整个婚礼才像样呢 欢迎大家来参加 马小帅先生 大十六女士的新婚圣典 有请二位新人 步入新婚的变堂 看 我们的新郎 高大威猛 气宇宣昂 再看我们的新娘 婀娜多姿 那怎么几个婚才抱孩子上来的 啥呀 大哥呀 我的天 我主持上半场婚礼了 头回看着你俩这么出场 真气八呀 动啥呀 这叫创意 你是私宜呀 我是私宜 行 你别跟他指板了 那你不良 我问你 咱俩这婚礼彩牌几回了 四回了 那怎么这广告一回比一回 给我一个婚礼的解释 什么意思 你才帮他干啥 啥意思 对呀 广告啥意思 这不都是你的意思吗 把这些广告赶紧都给我撤了 快点的 哎 你过得来老同学 我就说这玩意不行 你瞅谁家结婚去挂这玩意 干的都跟招商会似的都 你以为我不知道别人吗 啊 那我有啥包啊 我媳妇跟我说了 咱俩结婚 新式新败 不收彩礼 不收礼啊 要不然我能从你那借三千块钱 布置今天这婚礼现场吗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些广告 要是插不进去的话 我欠你那三千块钱 使不上啥时候还你的啊 等一会儿来 扫爆 不行这玩意先别撤了 行吗 你车 你车一个 早就给你拿一百块钱 那你看 车 敢车一个 我扣你钱 你要这么老实 我就明白了 行不 有请二位新人 九位 爱情 不过是一种 普通的玩意儿 一点也不稀奇 男人 不过是一件 小钱的东西 有什么了不起 爱情 不过是一种 普通的玩意儿 六要三七 不整黄了 不宽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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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婚礼说的 不错呀 是不错 整个离婚律师不行 还得给他俩整个大的 大的 小的还胖 拆不散呗 不是嫂子 你理解错了 不是那意思 咱俩 你主要我哥交的 你俩婚礼现场 必须把所有广告 全 那个 他的意思就是 广而告知 大家伙 咱俩结婚了 对对对对 早不我哥说的 没毛病啊 好 哥哥 来来 接下来 进行婚礼 下一项 来来来 有请二位新人 面对面站好 首先 有请新郎 揭开他内心的 谜底 别见了 你先说 亲爱的 我 晚上睡觉打呼噜 没事吧 这么光严的 你怎么能问 这么不严肃的问题呢 早吧 他说他晚上打呼噜 问你没事吧 没事 哥 他说没事 我也打 打呼噜 不可怕 一个船人俩 问我怎么办 烧烤 去西塔 怎么办 你这是 打呼噜 他好像是婚姻 直接把我变串店了 不是 那女媳妇 她是啥意思呢 她是说呀 咱俩呢 是一根签子上的 两块肉 你是肥的 我是瘦 对 要小路穿吃肥胖 就到终结 五楼 好 上边家婚 我问你啊 你是跟广告结 还是跟我结 你就再这样 咱俩别结 结什么婚 结婚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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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你别生气 我今天吧 就我干这事 都是她的主意 我就知道 不是我老公的主意 你说吧 怎么回事 你会不会当死依 你怎么回事 我 就是我的主意 在你俩婚礼现场的时候 家的互动环节 互动环节 对这个互动 互动环节 你看这事 我行死了 还互动 误会你老大兄弟 来来来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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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快快快 二位新人 请跟我来 美酒总是最好的点缀 那么接下来 就有请二位新人 走到北塔前 共同去浇灌 你们的爱情吧 现场 单身的朋友们 难道你们不想 像二位新人一样 拥有自己的爱情吗 那么好 请登陆 老王 混练吧 赶紧给我过来 我保证给我卡 你给我过来 多大 我还真的 我今天我就你 我对付不了你 我这婚礼还离不开广杠了 你 过去 那我过去他也离不开广杠了 你 死过来 我过来他不也离不开吗 那他过去 谁主持啊 你去 那谁当新郎啊 嗯 你啥意思 我扫你 主持啊 将你们爱情的火炬 点亮 你说你这个磕了八成的新郎 你这个娇艳的新娘 你俩没修没扫地绽放 要问爱潮在何方 地铁旁 别墅房 交通便利 物业强 地下三层 坐北朝阳 四季无光 私密性强 要问目的地 在带嘎嘎 这个问题 找老梁 好 靠个六啊 我都给他俩说肥了 我 搞得你老激动 你给我过来 给我解释 别闹 我保证我也不打死你 不是 媳妇这事你听我跟你说一下了 不是 她是打好事 你听我跟你说 上那套说去 你给我上那套说去 老师啊 好好的婚礼 直接给我埋鼓里了 你咋想起来 那我就想吃点广告 收点钱回来吗 好 我终于说实话了 跟我俩结婚 就为了挣点钱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出这么多招啊 我说那你咋意思 老师 我说媳妇 我是真没钱的 我问你 婚礼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婚礼婚礼 表面意义 为了娶你 实际目的往回收礼 说啥呢 要不要你笑啊 你说那话我嫂子都不在听 再说你收礼怎么就那么着急呢 白买月酒的时候不也能收吗 上一遍 行 得 明天咱婚礼取消 不是 媳妇啊 我大点心 你个别 我去青蝶我都发出去了 你这是干啥呀 别害气 半婚礼 我说了算 我宣布 大石榴和马小川的婚礼 今天 完了 正式开始 今天就开始了 哎呀 那正好赶人吧 来啊 来啊 小马过河 你得自己走 我就是那个小马了 是不是 趁着拱劲呢 咱们做做眼保健操 别走开 下节课 更精彩 超级课堂论课 今天话别说的啥 我看看 我看看我 我看看我 我就是你一个 最最最喜欢的小三草 你就是我 最最最最最唱歌里的 九千章 下节课程很精彩 铃声一响 接着来 欢迎回来 开始走进超级课堂 我是学员周全 我是班长大洋 我这有个什么事 我就在想 您看班长 说实话 我是真不想猜 也不想 不是 你可以猜一猜 是这样的 以前哪 没有手机的时候 日子是怎么过的 现在我就觉察呀 分分钟了 离不开这手机 别说这小周 你小白搬哪儿 小白搬 小白你还挺深刻 对 我小白有深度 手提确实方便 方便 有的时候确实弄完 也耽误事 我在商场门口里长椅 这等你啊 好好好 不着急啊 好 拜拜 手机 谁丢手机了 手机 这谁丢手机了 喂 你好 二驴子 我不是二驴子 我跟你说呀 他把这手机 丢在这个商场门口 这厂椅上了 被我捡到了 你要是认识他呀 麻烦你通知他 让他到这来取手机 我在这看着 好不好 行行行 不客气啊 不见不散 好好好 再见 再见 二驴子 这人也够二户的 这么好 一手机就搁这不要了 喂 喂 喂 你到了吗 我到了 我到哪了 商场门口的长椅啊 那我在这呢 你还真手实 你最近还好吧 好 好 你工作忙不 不忙 最近天凉了 你得多穿点 不然回头感冒了 我该心疼了 你咋还寒暄上了呢 大妹子 我 是你啊 我跟你说大妹子 那个客套话 咱就不用说了 咱们直奔主题 这咋还来了个集体去的 成 那我就不扯那些立根愣了 直奔主题 是啊最好 咱俩啥时候结婚呢 你想什么时候办酒席 办完酒席以后 要不要孩子呀 你想要男孩 不行不行 等等等会 等会 这怎么结婚生孩子 办酒席都出来了 不是大妹子 你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 就是你 你好好看看我 你看看我 我就是你那个 最最最最喜欢的 小嫩草 你就是我 最最最最可爱的 小千秋 大妹子 你别老动手动脚的呀 我不认识你 你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人 咱俩不是网友吗 虽然我也没见过你 你也没见过我 但是咱们俩都网恋半年了 不是你说该见见的 我这不才来的吗 大妹子 我跟你说啊 这这这事误会了 我等的不是你 我等的是二驢子 哪个女网友的名 能叫二驢子呀 什么女网友啊 这二驢子 这二驢子是男是女 我还真不知道 不是我说你啊 小鲜肉 你说男女都不知道 你跟人见什么面 你跟人见什么 见什么 见什么 这这这这这么多人 你别老管我 叫小鲜肉 不是你的小鲜肉 你肯定是认错人 你不是我小鲜肉 你接我电话 不是我 我接你电话 刚才我 问题就出在这电话上了 这个电话它不是我的 是我在那儿捡的 编 继续编 编 谁不知道啊 网络爱情 见光死 你这是看我不够漂亮 你想反悔了 是吧 不是大妹子 你这越说越不像话了 咱俩怎么还整出爱情来了呢 没爱情 那你跟我天天蜜蜜 亲亲我我 轰轰烈烈 风风火火的 没爱情 你没事给我发表情 要照片 还总关我朋友圈 没爱情 我知道了 你这是看我朋友圈的照片 长得跟天仙似的 我本人跟个滚似的 你反悔了 今天看我这个美童也摘了 浓妆也卸了 你假装认不出我来了 是不是 我什么假装认不出来 我样根我就不认识你 你少废话 我告诉你 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生气 这种状况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必须得打破这种死循环 我告诉你 大龄圣女不好惹 惹了你就别想扯 我就好比一贴狗皮膏咬 你想撕下来 我把你一层 逼一层 大妹子 大妹子 我我我错了 行吗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我有媳妇 有媳妇 有媳妇 你都再换一个呗 你说换一个就换一个呗 那都不换 那你就再多一个嘛 多一个 媳妇 俩 你有病 我没病 找先生 你别拉我行不行 你能不能别拉我 我找先生 我不要 松手 你 你们俩给我松手 他这边是谁啊 这是我媳妇 你给我闭嘴 小丫头骗子 你什么情况 大姐大妹子 你给评评理 啊 那个 她是我的男网友 我是她的女网友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网恋半年了 今儿见面 嘿 她不承认了 姐姐 媳妇 媳妇 你不要淡定 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你应该必须给我解人清楚 对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拿一手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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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竟然敢背着我找女网友了 我 还敢约在这儿见面 我问你 你俩什么时候联系着呢 半年前 你瞎说 瞎说 没有半年也差不多了 对 半年前我正好出差 我 我再问你 你们俩最后一次联系 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八点 哎哟 我说你走二哥厕所 妻女公公不出来的你啊 我那不是在家闹肚子呢吗 你那是闹心呢 两条路摆在你面前 你要他还是要我 对 不是 他 他我我 你 你 你居然犹豫了 哎呀 他日子是没法过了 我天天给你缝缝 补补 补补 洗洗洗 转转炒 炒菜做饭 生儿育女的我 你说 不 媳妇 你只生儿没育女 不许虚报产量 媳妇啊 我跟你说呀 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她不是我的女网友 那她是谁的女网友 她是二驢子的女网友 谁是二驢子 二驢子 我哪知道谁是二驢子呀 这个二驢子呀 我跟你说啊 是这么回事 媳妇 我在这长椅上等你 结果我捡了个手机 对方打过来说 这手机是二驢子的 我在这等她 结果二驢子没等开 把她等来了 一见面就 就让你误会了 真的 我骗你 你看这是咱家手机吗 哎 你等会 你说这手机是二驢子的 啊 二驢子把她丢了 就丢这了 你等二驢子来取 嗯 结果把我等来了 你终于明白了 谁信呐 大妹子我告诉你 现在的男人都俩手机 一个放家里 一个是外边的 有的男人呢 怕老婆知道外边 那个小群人的号码 特意设置成 10086 啊 还有这事呢 啊 我差点让你给我糊涂我去 你今天必须跟我解释清楚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对 必须解释清楚咱俩什么关系 这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在这场感情纠葛当中 我也是受害者啊 我这手机还真没丢 你到了 你谁呀 哎我 小 闷 草 我是你的 小鲜肉啊 哎呦我的妈呀真恶心 这位是 哦大九哥吧 修的呀 哎呦大九哥你好你好 你喝完了 喝了一杯 快什么手机 哎好嘞好嘞好嘞 小嫩草 谁是你的小嫩草 你呀 不是我约你在这见面的吗 你看看 你还把我手机给剪着 不是你是谁 你误会了 你约的不是我 还说不是 是谁在网上跟我 甜甜蜜蜜 亲亲我我 轰轰烈烈 风风火火的呀 真不是我 你可拉倒吧 那我是天天给谁 发表情 要照片 没屁声科聊大天 还老关乎你的朋友圈呢 真不是我呀 你快给我解释解释 解释啥呀 解释半天没人信 哦 我算是明白了 见了真人 你想反悔了是吗 你 来啊 我让你看看 这里有你给我发的照片 大舅哥 你也看看 谁你大舅哥 这是谁呀 谁呀 啥眼神 是我 啊 拉的好挂 你这本人和照片的差距 也太大了吧 要像是TS的技术 图图秀秀 用不好 凤凰都能变家桥 图图秀秀 技术强 口机也会变凤凰 哎呀 你就是二驴子吧 我就是 你把手机丢这长椅上了 是我给你捡到的 哎呦太后要小心啊 哎好 还有这大妹子挺好 就是毛手毛手上来又搂又抱 我 媳妇啊 嗯 这是场误会 你都弄明白了 老公 我错了 两口子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 信任 走 我的小嫩草 哎你叫我干嘛 没点事 原来 你才是我的 小鲜肉 原来 你就是我的 小嫩草 哎 小鲜肉 哦 那个 我本人 跟照片 血味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 你不介意吧 介意 啊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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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意 没事 顶大天 也就是方便面本身 跟方便面广告的差距 别一别证 哎你咋又回了呗 哪有 哎 这 网络爱情 真不看不 哎呀 你瞅瞅 这事改事闹的 瞅了都着急 想提刚才那位 把手机扔了 别扔啊 现在赶紧拿起手机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哎 拿请美丽品 龙共就分一步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热线电话 0431 890 89000 你让人游泽唱 走进咱今天的歌唱大会 你好 你好 周老师你好 叔啊 怎么称呼您呢 我姓李 李新莲 好 李叔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军礼歌曲当兵的人 好 掌声欢迎 谢谢 开始吗 可以开始了 正当兵的人 有啥不一样 头正着边关的明月 身体的血液风霜 正当兵的人 就是不一样 为了好国家的安宁 我们举我手中强 说不一样 其实也一样 都在渴望着辉煌 都在拥得如光 说不一样 其实也一样 一样的风采在共和国 气质上飞扬 咱当兵的人 就是这个样 好的 谢谢您说 谢谢 你好 怎么称呼您呢 我姓周 周军满 那咱一家子 我姓周 我叫周全 你好 周阿姨 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我和我的祖国 好 非常熟悉 非常经典 掌声欢迎周阿姨 谢谢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吹烟 小小村落 路上已倒着 我最亲爱的祖国 我永远记忆着你的希望 你用你呢 母亲的脉搏 和我诉说 好的 谢谢您 谢谢周阿姨 谢谢 咱得老义结合 是吧 柯健操的时间了 一会儿班长还要点名呢 记得按时回来 太快了 一转眼又下课了 没上钩不要紧的 明天傍晚5点20 咱们准时打零 千万别迟到了 最后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送给大家 好